外籍移工闖入超商櫃台 對著店員吶喊 不斷指向收銀台 疑似想要搶錢 結果語言不通 雙方僵持不下 移工竟然找民眾下手 做事要搶走懷裡的錢包 嚇得客人落荒而逃 連續搶兩間 但是都沒有搶到錢 因為他都沒有吸血 他只是人進去之後 向店員表示 請店員交付他財務 搶錢不成 移工大鬧超商離去 清晨五點多 他又在南區的一處公園 發現有機車鑰匙沒拔 準備要騎走 富人為了奪回車子 和嫌犯發生了拉扯 結果受傷送衣 公園地板血跡斑斑 警方貨爆隨即出動警署 短短一個小時就抓到人 這是誰的車 不信我啊 那你車怎麼來的 這是誰給你的 我們用交通攬查的部分 避免這個越級移工 有衝撞的一個動作 所以整個逮捕的過程 也非常的平順 為什麼要搶劫 我 我不會有交 我不會有交 移工被警方上號移送 還不斷掙扎大喊 我不要走 初不了解 27歲的越南籍移工 有毒品前科 這回又涉及搶案 詳細的動機原因 警方還要再釐清 記者李孟章 蔡敦瑩 台中報導 記者李孟章